绿皮车厢里的右侧仔细看可以看到有一辆金正恩的最新座车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乡勘灾照片曝光 他站在列车对灾民发表谈话 但车厢内闪亮亮的宾式豪车被眼尖的南韩媒体发现 车牌上写着7271953 这可不是随便的车牌数字 是南韩的省礼日 但下乡勘灾时对比台下无家可归的灾民 金正恩藏在车厢里的顶级豪车 显得格外讽刺 这款宾式麦巴赫今年4月才在南韩开卖 要价660万台币 顶级程度被誉为是宾式之王 金正恩对宾式情有独钟 今年6月普清访问北韩时 两人就曾经共乘宾式 如今已经换上新车 北韩小孩冲向金正恩的怀抱 列车上装满来自平壤的物资 7月底北韩平安北道洪灾 造成新一周市4000多栋房屋遭淹没 金正恩难得放低姿态 还说对灾情感到抱歉 还宣布要把1.5万名学童撤到首都平壤避难 另外南韩军方高层有人事异动 总统尹熙岳指派总统警处处长金龙县 接任国防部长 原人部长声援时 转调国家安保时市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